大家好,我是五仔 TVB大地震 全港的傳媒走到電視城 看你是否兜了曾志偉才行 請大家按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 有人開記招澄清 又要把曾志偉的視像出來 讓大家看看他的嘴巴 沒事的,休息一會沒事的 想著是這樣的 但事實上,有很多消息傳出來 很多消息 黃祖南TVB官網藍藝人頁面消失 懷疑離一巢 全不歡而散 黃祖南創意官 首席創意官 為何要給他一個這樣的名字 好像玩東西一樣 其實曾志偉如果說 兩人一起入無線做管理層 這個都是大哥 究竟何去何從 是不是大地震 其實是好事 你起碼有人關注你的台 代表 原來你動一點都有人理你 如果你不是說亞視大地震 就說QG 那你就死了 有人關注一定是好事 做媒體 不過看到TVB 有個監製叫做廖俊錫被人炒了 曾經捧紅過李佳心 拿事後 監製也被人炒 這個消息是真的 那TVB根本上是裁員 炒監製 被炒 被炒 這麼嚴重 有兩個藝人 亦都是離巢 75歲的秦皇叔 效力TVB44年 正式離巢 究竟是不是真事 以及東涌羅浩街 慘遭TVB 頭閒致散 打回原刑就變了 這裏真是由淺入深 可以由他的管理層 趕到他的藝人 究竟 是不是這麼嚴重 先看看 因為TVB開了記照 他澄清 不知為何凌晨有人說 收到獨家猛料 然後就說 曾志偉玩完了 他不是 他直接說 他直接下馬 說到沒有了 許濤出來否認離職 許濤自己否認離職 昨天才開完 董事會 他報紙很重要 他要不斷更新的資料 要不看這麼嚴重 因為曾志偉健康出現問題之後 立即再有傳媒報導兩大高層 曾志偉和許濤離職 TVB凌晨兩點多 火速發聲明否認 你想想那些大佬睡了 兩點多出來 有電話到 人家這樣傳來 說不是吧 立即想睡覺 舒舒服服都不行 消息傳出 立即將第二天開記者會 就由主席許濤 和副總經理曾志偉回應事件 哦 因為 用那個Zoom 視像 曾志偉出來 所以呢 去到這些高位 真的 做完手術都要出來見人 真可憐 在十樓 張君澳電視城 大批記者 去刺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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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他們 曾志偉視像方式見傳媒 簡單交代自己健康先 他說現在 現在不喝酒 等兩個星期左右 你還想喝酒 你真是 他說 做微創手術 在血管加個支架 其實十幾年前已經知道了 一直照顧 疫情三年多沒有回來看看 所以要做 以前是大手術來的 現在科技昌明 Super 沒事啊 是微創來的 我這樣的 十幾年前已經有的 一直看著大小 說去到差不多就搞了 他說沒事 當然說沒事 難道說很嚴重嗎 許濤在記者會上說 針對廣泛不實報道 他說我想澄清 我和曾志偉 離開崗位的 絕非事實 事實上 昨天才回來開完董事會 董事商討發展方向 一起 作為公司執行主席 和股東有常態性溝通 認為我們最適合 帶領TVB改革團隊 任何一間上市公司 關於高級行政人員的變動消息 絕對對股價是一個敏感的消息 而我們TVB就發佈了中期業績 在媒體上流傳 這樣的不實報道 可能會對公司的股價有所影響 所以今天是嚴肅處理這個問題 按照公司的程序 他將這件事 按交給相關執法機構 這麼嚴肅 哇 冤有頭債有主 誰傳出來的 無端端傳這些事情 有人這樣說 是不是做事 其實做事 星期五傳還要不算 星期四不算不算 星期五還可以有兩天 等一等 然後就動了 那些事情 就是啊 曾志偉的名字很大 舉足輕重 股價有上又下 下又未必是什麼 下了一個級分 很難說 我覺得 我覺得特別 如果你說高位 可能有機會射 如果低位 其實要彈也不難 反而還好做 他現在大部分劇集都說搬上內地拍 有四部劇集都說搬上內地拍攝 一向我們有劇集在國內拍 常規性發生的這些事情 對 之前很多都有 會繼續在自己廠都有拍 但是國內 是否發展方向 絕對是 香港是基地 爭取國內市場 覺得是最明知的 當然 香港是糖水滾糖魚 一定是要回大陸搞的 但黃祖南那裡是否又來炒呢 很多消息 這裡傳 那裡傳 創意官的位置 好像之前已經說什麼 研究一下報紙怎麼說 人事變動效力多年 空降首席創意官黃祖南 發現藝人業面不見了 2021年3月19日正式成為TVB首席創意官 當時直屬總經理曾志偉 幫忙搞了個好聲好戲 日日媽媽聲聲聲不息 有個閨密叫做祖南 都有些事情做 反而他肯出幕前多很多 好聲好戲還有一個 開心大眾議題也不提 好戲 那個人弄得不太好 2022年 2022年 報導黃祖南 這個我覺得好笑 因為鍾佳欣失落時候 所以反面 和洛逆寧和曾麗珍 我覺得完全沒有根據 有什麼可能呢 黃祖南 追求過人嗎 關他貴事嗎 我覺得完全是搞笑 還說因為鍾佳欣失落時候 交辭職信 怎麼會啊 黃祖南 他 這些簡直是愚蠢的謠言 為什麼 如果黃祖南 他大陸賺這麼多錢 他回來TVB 他純粹是求另外一些東西 他不是求錢的 你說他回來追求鍾佳欣嗎 他有老婆 他又沒有傳過緋聞的和鍾佳欣 這個也不知道怎麼傳出來 這件事 是不是傳出來等於有聲音 就不清楚了 但我覺得完全沒有根據 指許濤出面挽留黃祖南 但數月後黃祖南以長老身份回歸 就說 只要TVB有需要幫忙 隨時為曾智慧服務 看回黃祖南社交網 近來一直在內地 最新的鐵文和老婆李亞藍在四川 兩個女兒已經在內地上學 近日TVB官網藍藝人頁面 黃祖南頭像介紹神秘消失 而似連合約也滿了 這樣 這不奇怪 藝人約滿了 這些是常規性動作 沒有一張照片 沒有一張照片 就是這樣 多話說 多話傳 他們喜歡傳這些 但有一件事是真的 是很難看的 炒了一個大監製 有件事叫BB來了的監製 叫尿俊錫 被人視招炒 有的 捧紅李佳琛拿事後 都要被人炒 真的嚴重了 那些消息多到不得之了 這個監製之前有沒有炒過監製 很少 因為他發了刑警之後 就出現這個消息 真事 這個真的炒 不是開玩笑 廖俊錫 九十年代入TVB 人事部轉職助理編導 九七年升為編導 2012年離開無線 轉投香港電視網絡 做導演 2015年再回TVB 再做編導 2017年 導演升監製 第一部監製 BB來了 2018年播放的 好評如潮 廣泛關注 成功捧紅李佳琛拿事後 但為何要炒他 沒有人知道 是炒 是喔 他是寫炒 被炒 報紙寫被炒 不知為何 人事大變動 不知為何 那是為何 完全不明白 內部事件都還沒頂 人事事件都還沒頂 是不是要回大陸拍攝 不能做 然後不做 那些事情 不知為何 其實你沒什麼背鍋 應該 他講了講到BB來了 那是否近期有些劇都是他 還是會不會說什麼 因為他沒有資料在手 如果你近期有些收拾差的 原來就是他監製的 你要揹票 你揹鍋 那就糟了 所以經常有人說 做主角好 要做主角 要做做導演 做監製 不是的 有什麼事揹鍋 有些下面那些不用揹鍋 只是上班 有些這樣說的行內 寧願做副導 也不做正導 正導 正導 失敗了一步 以後沒事拍攝 做副導 沒得失敗 他失敗了不關他的事 在其他地方繼續幫忙上班 那就看你賺錢 還是想做什麼 另外講一講 秦皇叔也正式離巢 秦皇叔 有全正式離巢結束 44年TVB奔主關係 有什麼好存呢 因為大家去找那個官網的藝員名單 又不見了秦皇 現在秦皇身體之前是一般的 年紀大了 脂肪影響神經線 說他腰骨痛 聽醫生意見 其實少吃了澱粉質 三個月就減了 腰瘦了七吋 這個澱粉質絕對是肥胖的源頭 但是因為體力不知又跌倒 說兩年前三月 復出拍青春不要臉 但是出入就要動拐掌 說到兩年前已經在急症室 那個情況令人擔憂 青春不要臉已經是他的告別作 說的是今年六月看到他瘦了很多 但是在TVB的網站就不見到他了 可能秦皇叔適應也未頂 可能年紀大 體力也未必可以駕馭這些工作也未頂 另外說這個反而對的 無線有時候想的事情是很有趣的 之前沒有一個很紅的 亞士亞儀 最紅是他的 整個亞士沒有別的東西看 陳鬼怪那些都沒有人管 亞士亞儀 其實之前有個佛祖講者 在TVB那裡紅起先 人家叫他東沖羅浩街 李愛安 報紙現在好像跟他抱不平 其實我覺得 看到這個人有什麼近況說一說 我自己認為捉到鹿就不會脫國 他有些委屈 浪費了 你這個人基本上有很多東西玩 做娛樂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點潔癖 你沒辦法 你一大群人看一件事 你覺得最穩陣 你覺得騎尼賺不到錢嗎 騎尼賺不到錢 但是你拍攝那些寵物屁股 那套周家樂做的那些 你找個帥哥扮騎尼 又不好看 整群藝員的樣子正常常騎尼不好看 你找人的樣子本身生得騎尼 出來騎尼就很好看 你說真的 你無線 以前都不是那麼多帥仔美女 說八十年代最輝煌的時候 騎尼哥很帥仔嗎 下雨很帥仔嗎 是不是 那些人很有特色 觀眾看 下雨 那些人哪有帥仔 曾志偉都不帥仔 那時候 甚至新藝成的那些 岑建勳 吳耀翰那些 全部都不帥仔 熊的 你有記憶點 你帥仔是差不多樣子 但你根本上 黃金比例 看上去很難分 還有人 有一種東西很差 那些人 審美疲勞 看得美女多 不想看 你看看韓星 我看 每個人都差不多樣子 沒興趣 反而看到阿氏阿怡 那些人 哎呀 這麼過癮 正呀 又出新歌 有內容 夠全家 那些人 很有趣 他現在的東宗羅浩佳 其實之前去選港者 最錯的一件事 我覺得是 將他變得漂亮 將他變得漂亮 變了朱千雪 有人說 化妝變得漂亮 變了朱千雪 那有朱千雪 還需要 那現在佛祖港者沒有了 對 那就浪費了 削了那隻靈角 很慘 這個其實很簡單 好像讀書一樣 個個有不同的能力 大家讀同一本書 就削了那些靈角 那些人出來便平平凡凡 普普通通 你運行一個社會 沒有所謂 因為你本身那些 叫做 叫做什麼 培養打工仔出來打工 做社會的齒輪 學校培養打工仔 Bob講的 TVB 有錢Bob講的 我也很認同 這件事 但你做娛樂不是這樣的 是不是 那你 如果不英俊就要靠財 不英俊就要靠口才 或者是唱歌很厲害 那樣各樣 好像Bob那樣 一定是不英俊 但他的聲音真的很厲害 很有能力 很有感染力 那你現在這個佛祖港者 簡直是浪費了 中國菲律賓西班牙混血兒 和他成功大改造之後變漂亮了 他的樣子真的漂亮 拍過愛回家的 有不斷移 不過現在就叫做頭閒至散 都沒有工作 沒有什麼工作 那就浪費了 現在 咦 有男朋友 去旅行 浪費了 浪費了 挺有趣的 浪費到鼻紅了 有時候 我覺得真的太有潔癖 好像梅啟明那些 我之前都說 梅啟明那些 就拿去做中年好聲音 而你讓他出鏡 出兩三次 然後 敷衍他 叫他回家睡覺就可以了 那些人不用給他 那些人 也不妨有錢 有時候參加這些節目 但這些是有噪音 你拍部劇 用幾百萬 可能成千萬投資 你就是希望別人來看你 有些人走上門 不用你投資 也有人看他 竟然不做 這樣就不行了 我覺得這些位置是 沒有本生理的 用本 不可以的 很多東西都要借東風 這樣說 我不知道他們 怎樣 其實內地一樣是可以的 內地都喜歡看 看一些有趣的 黃寶強那些也有趣的 很多人的樣子都是 首先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的想法 你一定要 這個世界 你一定要有些樣子 另外 有些陳山聰那麼帥 你拍內陳山聰就超帥 是嗎 是這樣的玩法 就好像梅辣那些 每個人都脫皮脫骨 但好看 那些是出來之前 你要這樣去什麼 如果你說每個人都 我看到韓國那些 那些韓國先生 看來 每個人都一樣的 身材全部八塊腹肌 我都分不到一號和二十號 全部都分不到 這樣不好玩的 社會各樣都應該有些粒 這個可能發展方向 不知道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每個人都英俊 其實這個講了十年 以前最輝煌的時候 就是百花齊放 肥肥都 肥姐那時候 都不是完全 吻合到 那個形象 但肥姐又很有趣 開心過 但他們都有肥媽 現在 多一點這些就 沒問題 看看他們怎樣搞 現在好像很嚴重 傳了很多厲害的東西出來 我想 其實我們都是 吃花生的 都不關我們事 有節目好 就看下 做好些節目 好東西一定有人支持 不好的東西 就會有人踩 這個世界很公道 今天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講其他娛樂新聞 拜拜